你知道嗎 在對戲的時候 欣賞他的表演是最近的 買那個一萬二的 他的眼睛很熱 一萬二的那個 搖桿池在這前面看偶像唱歌 你這幾年回來好不好 什麼這幾年而已 要四十年了 第一個時間就想到方寅老師 真是沒有把握說 也不可以 也沒有機會請他來演出 那時候我們稍微聯絡了一下 那也約跟導演見面 其實他答應參演 我們都很開心 那兩個人算是第一次一起吧 那默契如何 會有些緊張 但是這就跟跳舞一樣 你的舞伴 然後對手 給你的力道 給你的能量 其實差別會很大的 那我身邊有一個 這麼專業的人 他就說跟著我就可以了 那我就跟著他 沒有Gaze你特別指導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那個就是開了機之後 導演影響Action之後 就方寅老師就 就不一樣了 你知道嗎 在對戲的時候 欣賞他的表演是最近的 買那個一萬二的 他的眼睛很用 一萬二的那個 老董西在最前面看偶像唱的 就是兩個人夢戲很好 喔 還不錯喔 我覺得這部戲最有趣的部分是 就是有太多的議題 真的會引人深思 會去想關於自己 或是關於家人 然後關於未來 然後現在的你怎麼看自己 有好多事情可以面對的 我覺得太有趣了 妳先生是在吃什麼頭髮啊 我沒有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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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結婚 我當時有結婚 我沒有結婚 這情節什麼是非常一樣的 你自己这一段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 可以跟我们分享 透过那个角色里面 我就会感受到 那个女生 她她说我还是单身的时候 是有点 你说她很悲哀吗 好像也还好 但是有一种女性 传统女性 有一种忍住些什么 然后又传统社会 觉得这样的女性 在这个时候应该就是 找个结婚 找个嫁人的 怎么这个时候还 一个人啊 觉得观众可以 借这次看看 不一样的方语老师 跟你印象中 在舞蹈界的那个样子 其实气质是一样的女神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她 很会演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费率 我们的费率